他是一系列的致命的因素 在這樣的一個火災的時候 所有機關 包括防疫旅館的經營者 平常有沒有做好預備 該做的有沒有做到 有沒有依據法規 做一些個勾基 做一個複查 確認在這一次的火災 全部打出原形 其實這個橋友案發生之後 沒有多久 高雄的城中城就有出事 你檢視他的狀況 跟這個沒有差多少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是很痛心 監察院通過糾正 針對彰化縣橋友大火 造成四個人死亡 我認為是不是有政治掛摔 甚至雙標的可能 因為同一個時間點 高雄市也有城中城案子 卻沒有看到監察院有所表示 我在這裡公開要求 監察院是否應該也說明現在調查的進度 那不禁就讓我想起了 城中城四十六條人命的往生喔 這不也是長期的行政怠惰 跟長期的跨局處溝通不利嗎 所以期待監察院要硬起來 拿出辦彰化縣政府的魄力 來辦高雄市政府 讓高雄市政府的行政怠惰 能夠得到提醒 讓這四十六條的人命可以安息 經常這晚上啦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 就是這樣 請看 看 請看 看 不 看 請看 看 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